就想让张铁林帮着好好照顾孩子 张铁林啊本来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个家伙 他拿到了身份以后啊 立马就跑到哪里去了呢 跑香港去了 为什么他要跑香港呢 因为你拿到了英国身份以后呢 你到香港的话呢 在香港那个地方你作为一个有英国身份的人呢 在香港还受欢迎 他去了以后啊 就碰到了这个香港几个好朋友 三弄两弄以后啊 叫张铁林呢 去到那个时候 这个九十年代呢 香港呢满出都是剧组 拍电影拍电视 张铁林三混两混以后 就混到剧组里边跑龙套 跑龙套 在这个剧组里边跑龙套的时候 有时候呢有一些小的这个 就是演出的角色 找不到人的时候呢 就叫张铁林来演 张铁林是为了躲自己 英国的老婆和孩子 不愿意这个 去负责任 才跑到香港 这个为什么他不回内地呢 因为回内地的话呢 就要让他付当时 他跑到英国 国家出的钱 要让他出钱知道吗 因为当时呢 你要是不能回来工作 你必须要把国家 培养你的钱还回来 他又没钱 那就在英国 就在香港待着 待着以后呢 逐渐弄弄弄以后呢 他在香港混了 是消有名气了 有一点消有名气了以后呢 这个张铁林呢 就归依了佛门 他呢因为这个 我以前很早很早以前讲过 演员都必须要有一个帮 有一个帮 比如说白龙王帮 好多人不理解 哎为什么 那演员都跑去跪拜白龙王啊 我以前讲过 我今天不再多讲 有空我可以再继续讲一下 那张铁林呢 他呢 也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 小帮 这个帮呢 就是星云法师 星云法师啊 就是以前从大陆跑到台湾的 星云法师呢 也有几个弟子啊 在香港拍电影拍电视 这些人呢 就是给星云法师呢 当那种 陆思的弟子啊 就是 张铁林呢 一看 星云这边不错啊 这些人呢 在内地啊 也有很好的这种 关系 他呢 就归宜了星云法师 就成了星云的这个弟子 这样一弄以后呢 星云法师呢 就 打通了国内的关系 他就跑了中国大陆呢 去拍 拍电影 这一拍以后呢 赶巧了 拍上了这个 这个 就那个 你是疯子 我是傻瓜 那个电影 那叫什么 我也不看啊 因为我不喜欢看 国内这些 胡扯淡的这种 宫廷剧 反正呢 有一段时间 就是很红嘛 小燕子 赵薇 他们这一火人呢 就都火了 当然张铁林呢 张铁林呢 也火了 张铁林火了以后啊 火了以后呢 张铁林可不是个善查 他呢 这个 在 深圳的时候 就 和一个女生 同居 同居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呢 就 怀孕了以后 帮他生了个孩子 生了一个 这个 女儿 这个 和他同居的这个人呢 是 徐景雷的同学 也是 国字头 正儿八经的 这个 专科毕业的 也就是 特别优秀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呢 叫 侯俊杰 这侯俊杰啊 跟着这个 老张的时候啊 老张比他大17岁 俩人好上以后 俩人好上以后 就生了个女儿 在生女儿的时候 这个张铁林一看 人要生女儿了 立马跑了 立马跑了 为什么呢 他说 你想生 你生 我反正不管 我不管 跑了以后呢 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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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